这几年,中国已经受够了被各种能源项目卡脖子 开始积极寻求核电技术的突破 现在我们取得了成果 中国在甘肃省成功建立了世界首座土燃料核反应堆 以清洁能源著称的它已经开始测试 预计将在2040年实现全国商用 除此之外,印度也在去年宣布 2025年,印度会实现全球第一个商用土反应堆 2050年将让这种新反应堆的核电发电量达到全国总量的30% 一个是2040年,一个是2025年 印度这下就相当于宣称自己的新核电技术在世界上领跑 并超越了中国15年 到底是有理有据还是惯性吹牛 在这项世界前沿技术上 能先取得成就的真的会是印度吗 欢迎来到科普启示录 我是小强哥 从1954年第一座核电站建成之后 世界上已经发生了100多起核事故 切尔诺贝利和福岛核电站的惨剧《历历在目》 给世界上所有人留下难以跨越的阴影 这几年,中国要发展核电 依然有相当多的民众对此表示排斥 这种恐惧的核心在于当今核电的燃料 鱼 其中的鱼235和鱼233具有很高的放射性和毒性 使用它们作为核燃料 不管再怎么强调操作的安全性 终究是一个可能爆发的隐患 于是,全球一直在寻求能够替代鱼的清洁核燃料 这看似不搭边的两个事物还真被人类给找到了 它就是土 土是一种具有微弱放射性的阿系金属 作为核燃料的它,具备很多特有优势 首先,安全系数高 土最稳定的同位素土232 半衰期长达140亿年 放射性大大低于鱼 衰变时释放的阿尔法射线 甚至无法穿透人类皮肤的表层 而且,液态孵化土反应堆的技术也更安全 它的运行环境是长压高温 不会出现像福岛核电站那样 发生氢气爆炸事故 同时,它也不会出现高温烧毁的情况 土反应堆底部的冷冻塞 超过一定限度就会自动溶化 让土燃料熔盐全部流入应急储存罐中 紧急停止反应 冷却剂孵化炎虽然有毒 但是预冷就会凝固 不存在泄露的危险 其次,热转换效率高 又在进入反应堆之前 需要经过高浓缩 但土是可以直接利用的核燃料 不仅如此 液态土燃料流进堆心之后 发生裂变反应 产生的热能能被自身吸收 流出堆心后再次重返灵界状态 能够实现循环利用 一吨土产生的效率能抵得上200吨用 相当于约350万吨煤炭 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的卡洛·卢比亚的话来说 一块拳头大小的土金属能为伦敦供电一星期 虽然是几十年前的伦敦 但也足够说明土燃料的供电量可观了 土基熔岩堆还可以发展清洁的化工副业 制氢和甲醇生产 土基熔岩堆能提供大量的廉价电力和工业热能 能通过高温电解水蒸气制造氢气 大大降低了现有制氢技术的成本 可以一定程度管解中国燃气紧缺的现状 而有了以上氢气的供应 就可以同时用清洁的二氧化碳加氢制造甲醇 不仅可以将二氧化碳变废有用 比其现有的制甲醇法还更加环保 最后一点 全球土资源含量丰富 按照国际通用算法 未来核电规模会增长到现在的数倍 可用的U235矿将在40年内用尽 剩下的绝大多数是无法利用的U238 但是世界上土的储存量却是U的4倍 和千差不多普遍 而且矿层中大部分是可用的U232 预计可以供应人类数千年的电力 现在中国凭借着甘肃的土燃料反应测试堆 成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但同时不可忽视的还有一个国家 印度 印度或许是世界上最热衷于土燃料发电的国家 他们的处境和中国有些类似 都是平右国家 如果要和那些已经兴起了U燃料核电的国家 比如日本来比拼 注定是占不到什么优势的 而且印度比起中国的电力还要贫乏 中国至少还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可用 但印度的燃煤质量却非常差 这让他们对于核电新能源的需求比中国更迫切 印度虽然平右 但却是一个富土国家 土矿的储量能够达到30万到85万吨 是全球运藏量的约四分之一 他们利用这个优势 从上世纪开始就不断设计加压重水反应堆 近几年 他们国产的PHWR 已经可以实现单个核容量达到700兆瓦 其研究时间达到了30年以上 和中国差不多 因此印度人说话也算有了点底气 但他们的核电技术 其实并非真正的第四代清洁核能 而是采用土作为增值性材料 让土232吸收中子变为U233 原理的新旧很难界定 所以印度至今也不敢自称 跨入了第四代核能技术 相比之下 中国发展的土机熔岩堆 则是真正的第四代技术 而且是六种堆形中 最主要的反应堆技术 这种技术的基础原理 是利用土232的增值 产生土233 利用双流闭环连续运行系统 来实现原料的循环利用 除此之外 从这种土反应堆中 产生的R系元素废料 寿命远远小于右反应堆所产生的 危害从几万年降到了几百年 而且中国也有着不输给印度的土储量 我国目前已经探明的土矿 在30万吨以上 光是白云厄博矿区的土矿 就可以支撑中国的能源需求上千年 中科院也看中了我国丰富的土储量 在2018年定制甘肃 并组建了超过700人的研究团队 旨在让这第一个反应堆 成为能够开展大量研究的试验平台 不仅是为中国所用 同样是为世界所用 有很多外国科学家表示 他们将从这里获得很多新的科学证知 并且对成功抱有很高的希望 国际的态度和中国的严谨也是分不开的 不仅是熔岩反应堆 中国对六种有前景的反应堆技术 都制定了计划 包括用铅 用纳冷却的堆形 最后才敲定这种核废料清洁的核反应堆 土反应堆的优越已经显而易见 可是为什么现在才被重视起来 其实土早在上世纪60年代 就被美国研究过了 但那时却没能把它发展下去 当时美国正在和苏联进行冷战 两国都卯着劲想要增强自己的武器储备 美国明面上是发展核电 其实私心是想利用核电的废料 布239制造核武器 而土燃料过于无害 裂变循环产生的副产品是普233 不符合美国的预期 因此这个偏向民用的计划 很快只能被迫下马 几十年后 人类舍弃了战争的私心 重新考虑起这种相对清洁的核能源 才发现它的优越所在 不过又核电发展了那么多年 现在突然要转到土的方向 国际上是非常缺少相关产业链的 一座核电反应堆不只是它本身 更代表了一套完整的核工业系统 就拿土基熔岩堆技术来说 它燃烧过后会产生名叫二氧化土的废料 这种废料的化学性质稳定 所以需要在废料中 引入少量的硝酸和孵化氢 让它溶解 这样必定会加剧废料的腐蚀性 需要寻找新的材料来盛装 不只是管道腐蚀问题 燃料的材质 反应堆的结构 热力稳定性 如何换料等等 都是全新的课题 没有任何国际经验可供参考 因此我国和印度还都在摸索的路上 谁能先突破这些瓶颈 谁就能走在世界前沿 作为第一个将土反应堆商用的国家 将极大改变世界的能源局势 在此小强哥先给中国押上一票 毕竟大话谁都会说 拿出实际才是硬道理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 记得关注加点赞 知识秒加满 下期小强哥带来更精彩的内容 Goodbye